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曾经产生过恐惧的这种情绪或者说是心理 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假如一个人的恐惧情绪特别严重的话 那可能就是问题了 那就必须要到医院进行医治了 今天我们演播室就请到了北京回龙冠医院的杨福德院长 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 他会为您详细讲解恐惧症的表现以及治疗方法 杨福德北京回龙冠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专家组组长 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 刘院长您好 非常欢迎您来到演播室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在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先和观众来做一个互动 因为对于恐惧可能大家有很多的这种看法 我们先来听听观众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说到这个恐惧呢 有人就说其实就是胆小 那这种说法对吗 我觉得是 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 他胆从小胆就特别大 爬高爬低啊 从来摔下来他也不哭 我发现他就胆特别大 所以他就没有这种恐惧的这种表现或者情绪 对对对 那还有不同的看法吗 我觉得不是吧 因为胆子再大的人也会有弱点的 我觉得他会连橙子也会害怕吧 对可能他也不怕膏也不怕水啊 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他怕的 那就你觉得恐惧不是说胆小 那我们还得请专家哈 就是您得给我们讲一讲 这恐惧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恐惧是一种情绪 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有恐惧 恐惧它专业的解释就是紧张 害怕 当然不同的人可能面对同样的事情 恐惧的程度不一定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 胆小的人可能恐惧会重一些 胆大的人可能会轻一些 或者少一些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比如说我们普通意义上的胆大的人 不见得不得恐惧症 所以恐惧它是一种疾病 所以看一个人有没有恐惧 一定是要看它是不是对某种特定情况 产生一种特殊的感受 而且引起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 如果这是一伤而过的事情 我想每个人都会有 也就是说恐惧和恐惧症 还不能完全画符号 那是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恐惧情绪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了 比如说小时候怕老师说 怕家长打 长大之后怕领导批评 怕跟人吵架等等 这个叫恐惧情绪 但是真正得了恐惧症 那它还需要有其他的很多症状 才可以诊断 那您那个我们讲讲到了什么程度 这就是病了 就是恐惧症了 对 这是说它有了这样一种 紧张害怕的情绪之后 它的工作 学习 甚至日常生活 社会交往 都受到严重影响 以至于它自己没有办法去进行调整 它自己有时候都认为 这种情况可能没有太多必要 比如说它怕绳子 它怕尖锐的东西 或者它怕一个人坐电梯等等 就是这样一些东西 换个人可能感觉 完全不应该有的一种紧张 但是它会产生特殊的紧张 而且自己感觉无法忍受 甚至于它会求助 大概这种情况就可能是病了 比如说我就特别怕蛇 我觉得就真的是有点 类似于那样的东西 就是假的我也很怕 对 所以有时候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你看见蛇的时候 你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内心紧张 而且会出现身体的不舒服 比如说鲜花 出汗 憋气 另外如果时间长 或者你对它特别的畏惧 可能会出现一种严重的回避行为 对 比如说我不看跟蛇有关的图片 我看见电视频道 赶紧就转换 我觉得那个都不是严重的 我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比如我在念稿子的时候 出现这个字 我都过不去 都受不了 这应该算是恐惧症了 那这应该差不太多了 那我们刚才了解了这个 什么是恐惧症 那接下来就得说 恐惧症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类型 你得跟我们讲一讲 恐惧症的类型 有我们一般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叫单一 或者叫单纯性恐惧症 这是指 你只是面对单一的物体 或者单一的情景 你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恐惧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 有的人是恐惧动物 刚才主持人说了 特别怕蛇 比如说有的人特别怕广场 有的人特别怕高处 有的人特别怕黑暗 或者怕一个特别小的这种空间 比如说像电梯 像飞机 像这个特别拥挤的这样一个火车 车厢里面 它只身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物体的时候 特殊场景的时候 才会产生这种紧张难受的感觉 但是离开这个环境 它可以马上就好 或者说它不遇到这样的环境 它可以一切都很正常 这个叫单一 或者单纯性恐惧症 第二种是我们叫社交恐惧症 现在也叫社交交流障碍 就是它面对一个特殊的社交场合 比如说它第一次去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 面对很多陌生的人 它会感觉很难受 呼吸心跳全都会加快 甚至于它这时候会感觉自己脑子变成空白了 肌肉甚至于会震颤 这样一些情况 所以它当时会产生一种感觉 就是想尽快离开这个环境 这是当时的感觉 以后它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回避 就不愿意再到这种场合来 所以你看社交恐惧症的人 它会主动回避很多社交场合 本来这个场合对它很重要 它应该去参加这样一个聚会 或者这样一个重大的人员之间的活动 但是因为它到那种场合特别不舒服 它就不愿意去 第三种我们叫广场恐惧症 实际上就是它到一个特别空旷的地方 它会觉得受不了 它会觉得莫名的恐惧 担心 这样的人往往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场景当中 他觉得不安全 他觉得无处可藏 无处可躲 所以有时候他不愿意到这样一个 特别空旷的地方去 包括大海 一般来说我们恐惧症了 就分成这三个大的类型 不同的人他可能表现的不一样 当然也有的人有可能会 多种恐惧症状集合在一起 比如说他又有广场恐怖 他又有社交恐怖 也可能 所以要具体看他本身的表现 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惧症都有 还有我听说有一种叫什么幽闭恐惧症 这个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有的人他不敢自己一个人坐电梯 不敢自己一个人在小黑屋里面 不敢在特别拥挤的火车里面 他会发疯 他会受不了 就这样的人他往往是担心自己没有出路 就紧急情况下没有出口 找不到出口 所以这时候当然是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 但实际上这个事情是没有发生 只是他感觉这样一个场景会造成可能的后果 那我觉得在成年人当中就也有说这种恐婚的 谈恋爱的时候好好的 说一谈到结婚的时候他就恐惧 美国有一电影叫什么 具体名字我记不住了 说反正要到结婚了这新娘就跑了 其实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也有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其实这也是一种恐惧症 确实原因比较复杂 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对婚姻本身会有点恐惧 当然一些恐惧的原因可能很多 比如说把婚姻想象到过于神圣 承担的责任过多 他担心自己能不能胜任这样一个角色 能不能完成婚姻所赋予的一些要求 这个可能会有 另外也担心婚后各种生活能不能完成好 自己有没有那种能力 能不能把自己的角色做到 这可能也是 当然还有可能他是受到很多 因为婚姻不幸 因为婚姻的这种伤痛的这种宣传 或者身边人有类似的这种经历 给他造成对婚姻将来的一种担心或考虑 他可能也会紧张 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是有原因的 一定要了解清楚 对 可能我们很多人就是不了解这个疾病 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如果严重的话 它不比你某个大器官出现问题 给你带来的这种伤害或者是后果要清 对 那在这个环节当中 院长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什么是恐惧症 以及恐惧症的一些分类 观众在这个环节当中 有没有问题要问我们的专家 我想请问一下 刚才您提到焦虑情绪 那是不是有恐惧症的人都患有焦虑呢 应该说有恐惧的人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焦虑 因为焦虑实际上也是一种担心紧张 恐惧或焦虑有很多共性的东西 比如说都会产生内心一种不安 也都会出现一些躯体上的这种紧张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些症状 但是它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 就是恐惧往往是有明确对象的 比如说它就怕猫 怕狗 怕广场 怕高处 它是非常明确的 它知道它怕什么 但是真正的焦虑症的人 是不太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会那么紧张 就是我们学生考试焦虑症 往往是考试成绩好的人会焦虑 真正考虑成绩很差的人 比如说倒数第一名的孩子他从来不会焦虑 为什么 因为考试好的人 他担心考不到现在这个水平 更担心考不到第一名 他倒数第一名的孩子 他怎么差他也是倒数第一名 所以他不会焦虑 所以有时候就是焦虑症的人 他自己都说不清 他为什么会那么紧张 本来他表达的也很好 但是突然间天到一个台上 他就说不出话来了 当然这里面的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还是内心那种东西 但是他自己不是很清楚 恐惧症的人是很清楚的 他知道他到底怕什么 这两个是恐惧对象完全不一样 孩子不愿意上学 一起上学就到处躲 甚至表现烦躁不安 这是患了焦虑呢 还是厌血恐惧症呢 一般来说一个孩子不愿意上学 肯定是原因相当多 除了你说的我们感觉 比如说他有焦虑 他不愿意上学了 如果一到学校就焦虑 就紧张就难受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对学校 你刚才说了叫厌血恐惧症 实际上没有这个词了 但是如果我们去考虑的话 大概更多的是我们叫学校适应障碍 就是他到一个新的环境 面对一个新的老师 新的同学 他不适应这样的环境 实际障碍的人 他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焦虑 恐惧 担心 这些症状 但是他 往往是因为这个环境 对他来说是需要 重新适应 无论是硬件环境 还是人际关系 他可能都需要一个重新面对 重新适应的过程 一般来说在三个月之内 他是可以调整过来 如果连续三个月以上 他依然表现这样一种对学校的焦虑厌烦 这种情绪 那他真的可能是换上一种我们叫试验障碍这个病 那更需要进行调整 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的分析 也不一定说有这种症状了 就给人戴一帽子 你就恐惧了 健康小猪手来了 在这一环节中 杨院长给我们讲解了什么是恐惧症 以及他的分类 包括单一或单纯性恐惧症 社交恐惧症 以及广场恐惧症三个大类 而我们所熟知的恐高症 恐婚症 以及幽臂恐惧症 都包含其中 那哪些人更容易患上恐惧症呢 下节杨院长将为我们讲解 欢迎大家回来 谢谢收看我们的健康早班车 那我们接着聊恐惧症 刚才您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了 对于这个疾病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但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是 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病 还有这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屏幕 什么样的人到底容易得恐惧症 一般来说有几类人 第一类是我们叫性格内向 情绪不稳定的人 大家知道 一个人过于内向 他更多的是一种自我保护 他融入外界的能力相对比较弱 而且承受外界带来的刺激的 这种承受能力也相对比较弱 另外就是情绪不稳 他很容易受到环境的一些影响 情绪或高或低 甚至于严重的时候会变得比较不好把握 周围人难以理解他什么时候会开心 什么时候会不开心 搞不清楚 这样的人往往交往上会存在一些缺陷 那么容易出现这种恐惧症 第二类人我们叫自卑感比较强的人 大家知道自卑就是自己没有信心 自己对自己不能足够的认可 所以他总担心自己的能力是不是不行 自己表现的是不是不够好 自己是不是无法应定我面对今天要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自卑感比较强的人 往往容易出现一些恐惧的情况 第三是我们叫固于敏感的人 你会发现一个人越敏感 他的心理压力会越大 他特别在意周围人 他们是怎么看我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刚才说话的表情语气怎么样 他们有没有光跟别人说话 没有跟我说话等等 你想本来这样一个非常平常的环境 他会想一堆的问题 最后都是针对自己来的 所以这叫固于敏感的人 他会找到周围一些对他不利的东西 而且放大这种不利的影响 最后也可能会出现恐惧症状 第四类人是我们叫对自我不接纳的人 这往往也会有这样的人 就实际上他本人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不好 但是他总是认为自己什么都不好 他甚至连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 比如说往往当然他有一定的原因 比如说他是因为自己的外貌特征 可能确实存在一起的缺陷 或者他可能确确实实当众说话的时候会脸红 会表达与无能次 总之他自己可能会一次两次这样的经历 或者周围人给他的一些印象 可能让他感觉自己在别人眼中不够好 所以有时候他会自我否定自己 自我不接纳自己 所以具备这些性格特征的人 往往患恐惧症的几率要比其他人要高一些 那这个恐惧症是后天的因素多呢 还是也有的人生下来 他就是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复杂 我们一般叫易感应激模型 什么概念呢 就是他本身具有一些易感素质 比如说他具备一些特征 他有性格上的一些问题 性格缺陷 性格缺陷 他也有一些教育给他形成的一些观念理念 可能也不够健康等等 所以他会存在一些易感素质 存在一些先天的缺陷 但一定还会有后天的一些环境刺激 比如说他就受过一次惊吓 比如说他就因为某次看到某个场景 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 对他造成发病的一个影响 所以往往恐惧症的发病 我们认为是先天存在易感素质 后天有一个外界事件刺激之后 有可能会发病 往往是这样一种关系 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对 那这些容易得恐惧症的这些人 他们都有哪些特征 哪些表现呢 或者是有哪些特征是比较共同的 是共性的 这是有相当共性的一些东西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的内容 得了恐惧症 这样的人往往他会有一些共同的灵状表现 或者叫共同的症状特点 比如说第一是由某种客体或者情境引起强烈的恐惧 就是指他一定是有明确的对象 就恐惧症的人一定是有明确的对象 他一定知道我就是怕这个东西 这东西不出现 或者这东西我没有看到没有听到 我就不会有任何的恐惧情绪 这是他第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不管他怕什么 他一定有个怕的东西 第二是恐惧的时候 常常会伴有明显的植物神经症状 我们说植物神经症状最主要的就是指 我们身体上的这种反应 比如说你会出现心慌 出汗 肌肉震颤 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你看有很多更年期的人 或者是有些植物神经功能紊断的人 他就会表现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 这是在恐惧的时候非常明显 第三是对恐惧的客体和情境 极力回避 也就是说他所害怕的东西 他往往会长期的害怕它 极力在回避它 一旦谈到这个事情 他都马上要转移 如果要去这样一个地方 他一定会绕着走 第四个特点就是患者自己知道 这个恐惧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自己无法控制 就是说你看我们见到一些患者 他恐惧羽毛 羽毛 这个鸭子鸡的这个羽毛 他会恐惧 只要一飘起来 他就受不了 他看到尖锐的东西 他就得躲起来 家里的剪子刀子 就不能暴露在一个随时能看见的地方 他是恐惧的 但这些东西肯定是没有必要的 那东西放在那地方不会主动伤害他 但是他恐惧 他害怕 所以他自己欺负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自己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叫疾病 就是因为他自己无法改变了 他自己无法调整了 只有通过专业的帮助才可以去改变他 所以无论他是哪一种类型的恐惧 刚才我们上面说到 有这个单纯恐怖 广场恐怖 社交恐怖 无论是任何一种类型的恐怖症 他都应该具备这四个特征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导致得这个恐惧症很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性格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性格还挺好的 我也得这恐惧症 因为我觉得我怕蛇就怕到什么程度呢 我不是说去了有山有水的地方 我会觉得那地方有蛇 我常常会觉得又严重的时候 我常常会觉得我开抽屉 我开衣柜 那里边都可能会有蛇 你有没有仔细去分析过 你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是怕 是 你为什么会怕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你曾经受过一些这方面的经历 对啊 大家接触到过这方面的情况 我那个情况就是特别特殊的一种情况 就是同事去那个外边 就是到了夏天可能他们出去玩 然后就有一个男同事呢 他带了一条蛇放在这个衣服里 然后就是把这个砸在裤子里面 它是个玩具还是真蛇 真蛇 然后我呢就是平时呢也是老爱跟他开玩笑 那天呢是有工作上的事情 我特别认真的就跟他说话 可是他从这儿 这蛇就从这儿爬出来了 然后我当时就吓坏了 就到医院里去就是去看病 然后在家里面就是就是 就是那种反正也不能吃饭 就整天就是睡觉 但是大夫就说你就让我们家里 带着我出去走 如果要是不出去走的话 可能我醒了会疯 对 所以往往都会 我刚才说的受到一个突发的事件 惊吓之后 完了你会在大脑当中留下这样一种印痕 所以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概念 就是老子里面留下一个痕迹了 一个烙印了 这个烙印什么时候有可能再会自己出来 也可以通过另外一个事情又发它出来 所以往往发病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诱因的 是有原因的 比如说你看着电视作品看得多了 可能突然发现一开抽屉就有一条蛇 完了你特别紧张 当时那个演员 那个当事人可能也特别紧张 给你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您刚才说的也是一个突发的情况 你事先毫无准备 所以你当时肯定受惊吓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 他说我在他该出现的地方 可能就是觉得不喜欢他 但是那种情况太特殊了 所以以至我后来就觉得我要提高警惕 哪都可能出现 对 这就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病症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得谈它有哪些危害 好的 一般来说这个恐惧症的最主要的危害 就是对一个人的功能造成巨大的影响 比如说只要这个场合可能会出现 你所害怕的那样一个状态 你就一定会减少甚至会完全回避 所以假设是一个学生对学校恐惧 工作人员对办公场所恐惧 他一定会影响他的学习或社会功能 工作能力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就是如果是早一点得病 比如说在成人之情18岁以前就得了这样一个恐惧症 那一定是对他的人格发展造成一个姑娘的影响 他从此以后他真的是变得性格有缺陷 完了不像别人无所顾忌 完了该怎么做怎么做 他一定会做任何事情都会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感受 我在想我到这地方去会不会出现我所害怕的情况 我干那件事情会不会出现我所担心的那个局面 那么也一定会把他的性格变得有点扭曲 变得偏离了正常 第三个呢就确实会导致一个人可能自闭行为会增加 我说的是自闭行为不是指自闭症 他认为自己一个人待着 完了自己一个人可以把控的场合当中 他会觉得安全 如果离开这样一个场合他就不安全 所以这样的人往往特别喜欢独处 自己一个人待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他就不会有这种恐惧症状 除此之外到另外场合去他都不安 他都不踏实 所以确实只要得了恐惧症 一定会对一个人造成全方位 对他的成长性格 包括这个成年人对于工作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 危害还是很大的 对对对 那在这个环节当中观众有没有问题 专家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嘛 就是他特别喜欢逛街 然后每次到买东西的时候 他又这个想买 那个也想买 然后就紧急不定 就是让我们帮他选什么 就他每次一到买东西 他就难以选 怎么教育 对 自己不知道该买什么 对 就我想问一下 这是不是就是选择恐惧症了 这个可能因为我们的恐惧症的诊断 不是这样一种诊断方式 刚才我说了 要想争断恐惧症 一定是他有明确的恐惧对象 而且在面对这个对象的时候 他有全身的不舒服 极力想回避 甚至想赶紧离开这样一个场景 你刚才描述的这情况 我更认为它是一种 是一种决策上的问题 比如说他可能会有焦虑 或者可能有抑郁 一个人在焦虑的时候 他会没有决定的这种能力 他会反复思考 最后不知道结果可能会是什么样 甚至于不管他怎么选择 他对这结果都无法接受 这个是焦虑的一种特征 所以他无法进行选择 另外一个人在抑郁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他思考能力下降了 他无法进行正常的这种判断了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能不能决策好 我做得对不对 完了做得要不对 我会不会自己都接受不了 周围人也会埋怨我 这是一个人是在心情不好 完了思考能力下降的情况下 他会出现一种忧虑不决的情况 他没有办法去考虑清楚这个事情 所以他也做不到 所以大概是 是跟质量这种情况关系更大 不见得是恐惧症 不见得是恐惧症 健康小助手又来了 刚才杨院长给我们讲解了恐惧症的异患人群 一 性格内向 情绪不稳定的人 二 自卑感强的人 三 过于敏感的人 四 对自我不接纳的人 那恐惧症该如何诊断和治疗呢 接下来杨院长会为您讲解 不要错过哟 好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的健康早班车 那在这个环境当中呢 我们想请杨院长给我们讲一下 这个恐惧症的诊断 好的 恐惧症的诊断 其实像其他的心理障碍诊断一样 我们一般有四个大的标志 第一个标准是叫症状质标准 就是他一定要出现足够的症状 我们才能考虑他是这个病 第二个是叫严重程度标准 也就是说他有了恐惧症状之后 一定对他的社会功能造成比较大的 比较严重的影响 第三个是我们叫病症标准 就是他必须持续一段时间 那不能就几分钟就过去了 这可能不能算 第四个我们是叫排除标准 就是一定是排除其他原因 导致他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当然后面这个标准都是硬性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第一大标准就是症状学标准 一般来说 他一定要有足够的明确的症状 我们才可以诊断他是恐惧症 比如说他第一个标准 是要求要符合神经症的诊断标准 神经症就是我们原来叫的神经关能症 现在不再叫这个词 现在叫神经症 叫一个专业名词 神经症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症状 比如说他有抑郁症 就有抑郁症状 焦虑症就是有焦虑症状 恐惧症就是有恐惧症状 这是他第一大特点 第二大特点就是他对自己的疾病 有完全的自知力 这个也是神经症或心理障碍的病人 区别于精神病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所以他的求治愈特别强 第二是以恐惧症状为主 而要符合恐惧症的共性特征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刚刚介绍的 恐惧症四个共性特征 另外他一定是主要的症状就是害怕 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受不了 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第三个标准就是对恐惧的情境 和事物的回避 必须或者曾经是突出的症状 也就是说光有恐惧没有回避行为 往往他这个症状是不够重的 就是他一定是要有回避行为 他一想起这个就受不了 完了他一面对这个情况就得赶紧离开 他要提前知道他一定不去 第四是要排除焦虑症 精神分裂症 疑病症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焦虑症的人也会有明显的恐惧情绪 他也是特别担心特别紧张 但是我刚才说了 他们都说不清楚自己到底真正怕的是什么 往往是一种内心感受 精神分裂症病人有时候也会有恐惧 他有时候为什么会害怕呢 他是因为存在 比如说他存在有一种我们叫被害妄想 或者被监视感 就是这样的人他往往感觉外界都在监视他 或者外界总有一帮人要陷害他 甚至要追杀他 所以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有时候也会出现严重的恐惧症状 一边症的人也会有恐惧 比如说他担心自己患了不治之症 担心自己得了严重的传染病 或者担心自己这个病已经到了特别严重的程度不可救治了 所以他也会出现恐慌情绪 如果要争断恐惧症 至少要符合这四个大的表现 我们才可以考虑 比如说就是一般的这种恐高 然后怕水或者是运血 还不能就是说人家是恐惧症 那不能说 一定要具备这四个特征才能说 所以还真别轻易对号入座 对 因为我觉得这恐惧症啊 反正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相关的专业知识嘛 我觉得它不好治 其实心理的东西只要我们能够想明白了 大概有时候会一下就好了 就像做手术是一样的 手术如果你不做 它总是在那地方存在着 它总也好不了 心理的问题就是真的如果你某一天完了碰到一个好医生 能够把你的问题一下子点到位 那您就拿我当一病人哈 说咱怎么治疗 开始可能我 反正我当时是很害怕嘛 然后就送到医院里去吃药 什么药反正我也没记住 但是它有多种治疗方法 就是药物治疗 心理治疗 行为环境的这种调节 它是综合治疗会有效的 但是确实如果在药物治疗这个层面 是看你功能损害是什么 是什么情况 还有很多大脑里面有很多神经地址 都跟这个症状有关系 现在我们的治疗药物也是不同的药物 针对不同的通道 不同的异常来进行调整 但是什么人是什么样的异常我们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用这个药没效 换一个药有可能会有效 或者是根据医生的经验来判断 就是我们有可能需要一个摸索或探索的过程 来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药 正好能调整你那个低下或者稳乱的功能 它就一定是有效的 第二个层面就是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一定是跟个性有关系 就你原来的个性特征是什么样 你当前对心理治疗的态度是什么 另外心理治疗是告诉你的那些措施方法 你用没用 我们叫医从性怎么样 就像留作业一样 如果我跟你留作业你都不做 那肯定不会有效 这是第二层面就是心理层面的干预 药物治疗心理治疗 第三层面是环境干预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环境你确信是安全的 那你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就什么感觉都没有 如果你觉得这个环境每次我都觉得有问题 每次我觉得不检查都不踏实 那你就可能对这个环境不好 怎么样找到一个你能够信赖的环境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比如你怕什么 然后就叫脱敏 比如我就怕这东西是不是也需要脱敏呢 那有很多种方法 脱敏是一种方法 我们叫行为疗法 也叫暴露疗法 这个往往是治疗恐惧症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它具体的做法其实我们大众应该都能理解 比如说你怕这个东西你是很明确了 然后你可以由这个东西带别的感受最轻的那个程度开始 因为我也曾经是幻觉 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得看什么时候 我被舍下着 那至少也是十几年前以前的事 如果正在我就比如说那叫急性发作的这个时期 你跟我谈你得把我刺激成精神病 那有可能这个暴露疗法一定是要根据个体的承受能力 以及选择一个恰当的切入的时间来做 比如说他刚刚受过创伤 对这个事情简直惊恐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这时候如果你再来触碰它 有可能是马上把它又再次爆发 确实要讲究一个时间段 就是稍微它平复一点 安静一点 完了我们再去做 如果你一辈子都不做 也是问题 因为它总是埋藏在那地方 早晚一出去它它还会爆发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受过刺激 得了恐惧症的人 还是要想办法去接受这种心理调整 完了从一个最轻的程度开始 给它一点刺激 比如说让它听这个词 往往是最轻的程度 如果可以的话再让它主动去说 如果说没有问题 再让它主动去想象 想象这样一个蛇 这种情况 如果这个都没有问题了 往往是第一次会有问题的 第二次会轻一点 第三次会再轻一点 每个人这种学习的过程就是这样 第一次面对的时候 它总是不太容易接受 但是谈第二次 谈第三次 它就慢慢接受 其实我们谈恋爱 谈对象大概也是这样的 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你 或者就讨厌你 也不是太多 在过程当中才会慢慢加深 或者慢慢越来越厌恶你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就是过程会让你慢慢学习 慢慢接受 慢慢调整 那么刚才我说了 先听 再说 再想象 这时候如果都能够耐受的话 你可以再看图片 图片如果都没有问题 图片也可以由远即近来看 因为它是一种客观的东西 可以从模模糊糊一直到眼前 如果它都能耐受了 下面就可以食物了 食物也可以由远到近 如果这所有的都没有问题了 你这个症状就算治好了 但问题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恐惧症的治疗 患者一从信号 就是患者听话 这个可能他得了病 他会听话的 那作为医生 特别像您这样的专家 他有一套严谨的 这种治疗的方案 我觉得最关键的 就是这个患者的家属 因为比如说 他不理解 比如当时我的这个亲人朋友 就说你怎么这么笨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怎么这么胆小 小孩子都行 你怎么就不行 越说越重 您说的太对了 因为它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 我们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要求他 你越是这么要求他 他越是做不到 越是做不到 他就越自卑越放弃 他本来就在这方面没有信心 这时候你一个劲子去否定他 当然他会更加的放弃 这个这样一种训练了 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 就是要鼓励他 这个俗的这一切的过程 一定是要鼓励他 告诉他你没有问题 你肯定能一会儿就坚持下去了 每个人遇到你这种情况 也会有这种心慌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你再待一会儿 你再安静一会儿 你再加上放松训练调整 你会过去了 等你今天过去了 明天你再做这个事情 你就有信心了 而且你一定会做得比今天更好 坚持的时间更长 只有这样 我们不停地去给他振兴的言语暗示 再加上我们客观的行为暴露 最后他才会慢慢慢慢对自己有信心 可以面对这种情况 他觉得不会那么发出了 在这个环境当中 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很多人得了一种强迫症 这个听说的 这个跟焦虑 总是怕忘了锁门 怕忘了关煤气 患了这种病 与恐惧症有关吗 强迫症也是一种心理障碍 实际上在美国的诊断标准里面 强迫症 恐怖症 全都是在一大类疾病里面 叫焦虑障碍 所以焦虑障碍里面 涵盖本身的焦虑症 也涵盖恐怖症 也涵盖强迫症 因为这些病 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得了这些病之后 都会存在典型的焦虑症状 强迫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有焦虑 是因为强迫的人 他总有一种不安 不安全感 所以强迫症的人 安全感是很差的 总担心有不安全的事情发生 那么他通过这种强迫症状 反复检查 反复核对 反复询问 反复确认 最后来明确 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做 所以他实际上是通过症状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 来满足他内心 所要求的那种安全感 所以你会发现 强迫的人 他会做得越来越多 次数越来越多 检查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他的安全的要求 是越来越高 以至于他现在这个当中永远出不来 所以我们说强迫的人是心理障碍里面相当痛苦的一类人群 他内心非常痛苦 他总是在一方面我必须这么做 另一方面他又感觉到 其实别人都不这么做 我干嘛这么做 我是不是也没有必要 他总是在这种有必要或没必要的矛盾 斗争当中去生活 最后还要屈从于 必须这么去做 我心里会舒服点 还要被症状所控制 来重复他一次又一次的这种行为 所以严格意义上说 强迫症也是一种焦虑障碍 但是它不应该是一种恐怖症 跟恐怖症是两个级别 健康小助手来帮您回顾一下刚才的内容 关于恐惧症的治疗 杨院长主动给我们讲解了药物治疗 系统脱米治疗和环境认知疗法 稍后杨院长为您讲解恐惧症的预防 及患者须知 不要稳开 好 欢迎大家继续介绍我们的健康早班车 那刚才杨院长您也讲了很多 就是这个恐惧症 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心理疾病 都由于过度紧张造成的 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按摩 或者放松的这种方法 来能够缓解这种症状 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 我们放松的方法 现在有几个大的类别 比如说一个是叫呼吸调节放松法 就是通过调节呼吸的这种节律 深度来达到一种放松的效果 另外也有一种叫意念放松法 就是通过大脑的这种冥想 来达到一种放松的效果 当然还有运动放松法 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 可能就呼吸调节放松法也最好做 因为每个人在家 在安静的环境都可以住 往往是这样的 就是希望我们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 最好是能够坐直一点了 往来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双手放在自己的双腿上 可以睁着眼睛 也可以闭上眼睛 这个环境最好是特别安静 往往往我们要求是先吸气再呼气 吸气的时候最好是用鼻子来吸气 而且吸气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快一点 最后一直吸到我们的胸腔胀满为止 屏住几秒钟 往来缓慢地用口鼻同时往外呼气 或者单纯用口鼻呼气 呼气的时候我们主张慢一点 匀速一点 这样一个来回算一次 当然如果我们做得严格一点 可以数数 就是不停地希望能延长这样一个时间 增加我们的肺活量 所以往往比如说我们吸气的时候 可以从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要把握你自己的肺活量 吸到七为止 停几秒钟之后往外呼气 可以倒着数七五六五四三二一 这样一种缓慢 数完了 你才能把所有的气体都呼出去 这算一个来回 大家可以现在跟着我试一试 咱们都做好 闭上眼镜 我们用鼻子吸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当然我是在说 平时我们是要默数的 如果你这一说话没有办法吸气 点住几秒钟 我们再缓慢地往外呼气 从口腔往外吹气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这时候我们应该是完全把胸肠里面吸气 呼完 完了每次可以做 看你的身体健康状况 耐受程度 少做三五次 多的可以做十次以上 就是这算一次 就是你最后的效果是什么 你应该觉得全身特别放松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第一 是呼吸 它确实是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所谓的内脏 你通过吸气呼吸可以做到内脏的一种按摩 第二是让你让你这个血液循环吸氧量增加 也会改善我们整个内部的循环和供氧 第三就是能坐到大楼确实安静下来什么都不想 所以会起到一种放松的效果 如果你每天都做 最后你一想达到这种放松状态 你马上就能找到这是最好的 养生习惯 对对对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一种叫冥想的方法 对 那是就是我们大楼 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一些特别空旷的一种场景 比如说像蓝天 白云 沙滩 大海 茫茫草原等等 就是这些东西一望无际 反而你会 实现在这种空旷的场景当中 你会没有排除任何其他的一些杂念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想法 但是这个比较难 有的人做不到 他满脑子都是想法 叫一脑门子观词 对一脑门子观词 他进不下来 他进不到这个状态当中去 呼吸调节来是根据这个节奏 你在完成具体的一个动作 一个过程 你会容易进去 在今天的健康食谱当中 我给您推荐一道好吃又好做的交流离 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要准备猪里脊肉200克 清汤200克 鸡蛋清一个 首先将猪里脊肉切成薄厚适中的片 加青年鸡蛋清湿淀粉25克 把它抓匀 将炒锅倒入花生油 中火烧至六点热 将一几片逐片放入油内 炸至成深黄色 炒勺内留少许的骨油 放入葱姜蒜末 炸出香味时烹上醋 加入酱油 清汤 料酒烧碎 用湿淀粉勾芡 在道路撒好的米鸡票 煸炒两下即可出锅 得了恐惧症 这部分患者 他们生活当中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内容 就是恐惧症患者 实际上对他的日常生活和功能 造成比较多的影响 那么得了恐惧症之后 首先有一个基本的态度 我们叫顺其自然 为所当为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每一天总得吃饭 总得睡觉 总得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我们最自然的心态 就是顺应自然 为所当为 那我们越回避 我们的功能就会越退化 所以叫用尽废退 只有我们慢慢去面对它 我们才有可能去战胜它 只要为所当为 就是虽然你恐惧 你担心 但是你还要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不能因为担心 我这办公室会不会有条蛇 我连办公室都不敢去了 完了我因为担心 有一个情况要出现 我今天的工作就不做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功能就越来越差 所以还是要 希望能够带着症状 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第二点是不回避 为所怕为 这个是比较难的 如果能够坚持 一定会有助于症状的环节 就是你不要 一有这种症状 你就完全回避这样一种场景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去面对它 而且要去做 我们所怕的这样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叫暴露疗法 也叫行为疗法 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要把行为疗法 整个都用在我们的过程当中 而不是去看医生 就坐着十分钟 不看医生回到家 该回避症状 还回避症状 那个不定于我们病情的缓解和康复 第三就是要进行 积极的自我暗示 自我暗示的概念就是要强调 我能适应 我没有问题 我很快会过去 这个是一时的感受 而且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 我相信对我的健康 对我的生命都不会构成威胁 所以你给自己正性暗示 大家知道暗示有两种 一种叫正性暗示 一种叫负性暗示 如果你负性暗示自己 我怕不行 我看这个一次比一次重 我真的是不行了 我真的是没有这能力了 这叫负性暗示 那就越暗示越不行 所以我们要有更多的 积极的正性的暗示 第四是要做好自我放松训练 刚才我教大家的 呼吸调节放松法 运动放松法 冥想放松法都可以 第五是要多运动 多听音乐 这个真的是相当重要 运动刚才我说了 一个人神经紧张度越高 完了神经功能越不稳定 越需要做运动 运动是一个整个 重新平衡的一个过程 无论是原来这功能高 还是低 通过运动之后 大家重新平衡 重新从头开始 所以运动是一种 非常好的放松 音乐也非常好 我们单位是专门 中国音乐治疗学会 专门做音乐治疗 音乐治疗是可以治疗 很多病的 就是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去听不同的音乐 往往会带给自己内心 更深的体会 第六 积极寻求社会的支持 实际上一个人的恐惧 最好是能够求助别人 能够让别人也替你解决一点 哪怕在边上陪会你 给你更多的安慰 更多的支持 千万不要去否定它 像刚才主持人说了 你怎么这都不行 这3C都不应该这样害怕 这个不好 还是要多去支持它 多去理解它 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患者的任何感受 都是正常的 心理治疗一定要有 这样一个基本的心态 因为它是一种病态的东西 你必须激劳它 必须认可它 现在的感受 就是真实的感受 完了再去慢慢引导它出来 如果你总是否定它 批评它 这个往往它就没有办法去接受 你给它的一些建议 我相信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 结合一生的建议 结合作为的调整 一定会能早一点走出来 就常常听说 内心的强大 可以化解生命当中的很多遗憾 没错 但是你说这要真实 让每个人内心都那么强大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要从小教育 从小锻炼 一个人的人格行情 一定是从生下来 直到18岁 甚至到25岁以后 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有的是机会去进行调整 即使一个成年人 如果他有意识去进行 人格的这种重新训练 对他将来的成长 也一定会有用的 所以我们原来说性格决定命运 现在我们更强调心态决定命运 就是你要有那种主动所为 主动去改变自己 主动去增强自己 适应的能力 这样一种内心的动机 你才会真的改变自己的性格 你才会真的与人为善 对谁都热情 对任何事情都敢于去面对 敢于去承担 甚至敢于去试一试 对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 现在的这种生活和工作当中 压力其实很多人都感觉到挺大的 那就是说看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那就有一些人 那遇到了一些 比如说不顺的时候 或者是不公平的时候 他常常把这个责任全推给集体社会 这就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我们要归咎法 就是他把自己的所有的问题都归咎到外界去 比如说他说这个事情没做好 那是因为领导没跟我机会 这个事情没做好 那是因为谁谁谁交代都不清楚 这个事情忘了做了 他说那是因为我老子不好使 他最后再解释说老子不好使 那是因为父母遗传给我了 所以责任在父母不在我 总之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在外界 而不是归结成自己 这是一种负性的心理保护 对 我们常常说你这个非常良好的心态 非常积极的这种处理问题的一种方式和思考的方法 它产生的是正能量的 所以有句话说是你让伤过来伤不过来 最好的办法是你过去 这就叫适应 非常感谢杨院长来到演播室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 我们收获很大 非常感谢您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 谢谢大家 健康小助手又来了 刚才杨院长给我们讲解了恐惧症患者的注意事项 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 舍弃自然 为所当为 二 不回避 为所怕为 三 经济进行自我暗示 四 自我放松训练 五 多运动 多听音乐 六 积极寻求社会支持 好了 不要走开 稍后清晨节拍 让我们一起为健康舞动 搭乘健康早班车 让我们一起跳动 清晨节拍 大家好 我是您的健身教练 马可满足 还有我们的 念眼和平静 今天我们将会继续跳我们的健身广场舞 让我们一起跟音乐舞动起来 好 首先呢 我们跟音乐慢慢的 让我们的手臂先动起来 向上 好 向下 好 侧点 慢慢的我们向左右呢 两步移动啊 好 准备好 向左侧两步 向右侧 交叉步可以吗 对 先好交叉步 好 好 手臂 试一下 先向下 再向上 对 眼睛看着你的手臂 好 放松 侧点 非常棒 我们再来一次啊 好 四 三 二 走 好的 那第二动作呢 我们来慢慢的改变一下我们的感觉 好的 那首先呢 我们先手臂慢慢的摆起来啊 看 侧面 对 想像我们的双手呢 有一个水秀一样 柔美的转动 用肩膀再动手臂 好 加快 看 可以吗 好 变换一下 注意 对 两次摇摆 好 慢慢的 加上脚步 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放松 好 下面呢 我们 跟着音乐 慢慢的加快一点速度啊 好 五 六 向前走 好 射点地 放松 非常棒 好 我们把前面动作和后面的留在一起 向左侧两步 加手臂 再来一次 向前走 再来一次 好 射点地 放松 可以吗 我们再来一遍 连贯起来啊 好 四 三 二 向侧面 向前走 好 放松 可以吗 最后一遍 好 五 六 七 第一点 水 感觉来了 对 仰望天空 好 二 四 二 aircraft 二 二 三 三